我马的世界与蓬勃商业周刊合作 带给您多元的国际观点 这个星期我们要看的是 中国大陆最大影音网站 优酷土豆网的经营策略 大陆电子商业龙头阿里巴巴 与创办人马云旗下的云峰基金 在今年四月份宣布收购 中国影音网站优酷土豆网 近两成的股份 投资额高达12.2亿美元 折合台币约370亿元 这笔交易在业界可以说是 投下了一颗震撼蛋 因为近年来大陆视频网站 展现强烈的企图心 不只砸大钱买热门戏剧 和节目版权 甚至投资自制内容 完全颠覆了大家印象中 都是盗版网友上传影片的集散地 举例来说 优酷土豆网就在2014年 宣布要投资3亿人民币 自制10到15部电影 17部戏剧 20部微电影 和50个综艺节目 而爱奇艺则成立了三大工作室 计划要推出30档自制内容 而热视网更是签下台湾 综艺天王吴宗宣 另外还有腾讯500集的精品戏剧 以及搜狐对自制内容的投资 也要增加一倍 大陆影音网站正式进入战国时代 为了抢持新媒体这块大饼 各家业者可以说是卯足权力 巨大横幅高挂纽约证交所 中国大陆影音网站优酷 2010年在纳斯达克正式挂牌 影音网在美国独立上市 优酷写下世界第一 但让全球更惊艳的是 它的股价第一天就飙涨 百分之一百六十一 2012年宣布于土豆合并 2014年再获阿里巴巴 一资十二点二亿美元 这个大陆的龙头视频网 身价连创巅峰 打造传奇的就是他 谷永强四十九岁 优酷土豆的掌门人 爱看美剧权力的游戏 因为割据领土问鼎天下 正是大陆视频产业现况 谷永强稳坐龙头 但他的抱负可不止于此 恋爱就像沿着一条河岸走 走到了尽头 每个人的手里 都只能握着一颗石头 由台湾演员陈奕涵和润冬 挑大梁屈友宁指导 优酷土豆从影视产业的末端 进攻上游 自制戏剧小时代 是大陆第一部 网路首播的电视剧 你干嘛 爱心 不甘只做一个平台 2014年游户土豆夸下海口 将投入三亿人民币 以联合出品的方式 参与制作十到十五部电影 十七部戏剧 二十部微电影 以及五十个综艺节目 在这次跟大家共布的计划里面 是我们一个打造 我们的周波 自制周波剧场的这样一个想法 希望能够去实现品牌化 实现序列化 实现规模化 以及实现类型化 变线片老男孩之猛龙过疆 就是由优固土豆 除此拍摄 这是大数据时代下 电影产业和互联网 牵手的首度尝试 上映第一天 票房就达2500万人民币 仅次于变形金刚4 亮眼沉积 主题曲功不可没 号称大陆最新神曲 这首小苹果歌词节奏 朗朗上口 以病毒行销的模式 迅速攻占大街小巷 就连女明星都能哼上两句 然而洗脑的可不只有歌曲而已 优酷土豆还透过影音平台 分析民众的观看行为 以及喜好 电影从创作到宣传 都充分利用这些数据 大陆视频网 在营销端的强大实力 已经让好莱坞也无法忽视 动画片《神偷奶爸2》 2014年登陆中国 上映前特地将第一集 授权给优酷免费播出 为的注视累积粉丝 从购买版权到自制内容 大陆影音网站为了抢占新媒体 杂钱不手软 摆脱了盗版恶名 迈向原创 不只将改变十几亿人口的 乐听习惯 也将在影视产业掀起一波革命 回中心张军编译 再来看看中国大陆近年来 迅速崛起了另一个品牌 小米科技 这个成立四年的公司 吸引超过660万名粉丝 创造一年20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600亿元的商机 这些数字都是大陆小米机 崛起的真实记录 而背后的推手 就是只有44岁的雷军 他甚至被财新杂志选为 全球颠覆商业规则的 亚洲唯一新锐创业家 身价破译的他 从中国大陆出发 进军港台 目标就是要挑战布局 全球市场 是什么神奇的魔力 让上万台手机 每次开卖 都以秒杀的速度 全部销售一空 2010年小米科技创立 2011年世界上第一支 小米手机亮相 随即掀起一波小米热潮 我们去年卖了719万部手机 一个成立四年的公司 吸引超过660万的粉丝 创造一年20亿美元 相当于600亿台币的商机 要达到这20亿美元的商机 搜索引擎龙头 Google花了5年 而脸书用了7年 甚至大陆腾讯 更足足等了11年 小米机屡屡屡缔造奇迹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魔力 如果你了解小米 就知道小米其实 严格意义上来讲 不是一家手机公司 可能它更多的像一家互联工事 小米机不做尸体店面 全靠网络物流 雷军特别重视小米粉丝的意见 与其投入巨额的广告经费 不如让这些数百万的米粉们 主动帮它做口碑行销 小米目前的销售模式 就是每星期开放一次 每周礼拜二的中午12点 开始开放销售 每次销售都采取限量 限时预购 在媒体制造话题 创造消费者那一种 一机难求的印象 以这个饥饿行销策略 让小米科技连连缔缔造 惊人记录 2012年小米机销售量 为719万只 2013年翻了两倍销售量 成长幅度达160% 在2014年 小米机发下狂语 要朝向4000万只迈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 小米的年度发布会 欢迎大家 去多人称雷军是中国的贾伯斯 称小米机是中国的苹果 小米现在可能大家还说 我们跟苹果比较像 其实我们跟苹果差异 还是真的挺大的 只有44岁的雷军 身家破亿的他 决定从大陆出发 进军港台 采用现金市面手机最高规格2.3 四核心处理器 1300万画素相机 5寸高画质一幕 如此高规格的手机 要低价攻入台湾市场 各位米粉 大家好 我也是米粉 不过雷军的目标何止如此 2013年他挖角前谷歌副总裁 安卓产品负责人 巴拉进入小米科技 看得出来 小米要打入国际市场的决心 成为三星 苹果HTC最新的劲敌 小米确实垂直起飞 但这股力道能持续多久 如何掌舵小米的速度 恐怕是雷军下一步的智慧与策略 国内中心外云编译 再来我们把镜头转到印尼 印尼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出身贫民窟的佐柯威 以53.15%对46.85% 击败特总部队前司令普拉波沃 穷人出身的佐柯威当选总统 他在雅加达省长任内 曾经调涨最低工资 44%是穷人眼中的英雄 从政前经常来到台湾处理家具生意 担任雅加达省长时 甚至牵线红海进军印尼 对台湾并不陌生 还曾经称赞台湾有很好的家具市场 此外他也力推简化外资进军印尼的程序 预料上任后有助于台湾印尼的经贸升文 满脸笑容的穿过人群 雅加达省长佐柯威正式当选印尼第七任总统 他以53.15的得票率击败对手普拉波沃 普拉波沃不服投票结果认为大选过程舞弊 准备上诉宪法法院主张选举无效 虽然两人都主打经济政策 但平民出身的佐柯威在雅加达省的出色表现 似乎更有说服力 有印尼欧巴马之称的佐柯威 在雅加达省长任内引进智慧卡及穷人免费健保 打击贪腐及官僚主义走平民化路线 大幅调升最低工资相当赢得民心 此外他和台湾的渊源也很深厚 佐柯威是木匠之子曾经是个家具商 从政前经常赴台湾做生意 对台湾留下深刻印象 当年红海进军印尼 佐柯威扮演关键角色 预料上任后有助于台湾和印尼经贸升文 印尼人口计两亿五千万 是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 更是东南亚国协最大经济体 所可谓当选后 能不能在印尼官僚体制 贪腐乘风的环境下 真正落实各项建设 推动印尼经济再创亮点 国际都在关注 其实印尼近年来经济迅速发展 沉积全球有目共睹 在经济成长率都保持在 百分之五以上的高水准 今年到现在为止 股市上涨了百分之十七 而印尼顿也升值了百分之四点七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指出 印尼已经超越南韩 新加坡挤升全球第十大经济体 但是在有钱人更有钱的同时 印尼的贫富差距也持续扩大 百分之十六的人口 每日可用花费不到1.25美元 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口 每日可用花费不到2美元 真的是让人感叹 一个国家 两个世界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见证印尼经济发展 快速起飞 方价一路网上飙 商机热钱无所不在 不少年轻人把握机会 大胆创业 布塔就是其中之一 自己开了间电脑公司 荷包赚满满 他就是印尼典型的心腹阶级 同样在雅加达 同样年轻的马旺 则是身处在另外一个世界 骑着摩托车 载着乘客在车阵里穿梭 每天能赚十美元 大约300块台币就算不错了 在布塔的世界里 有冷气购物中心 时髦的咖啡馆 在这里可以看到 印尼迅速增加的心腹阶级 以及他们不容小觑的消费实力 但另一方面 穷人的树木也已倍数成长 我并不知道什么感觉 我只认为这些富贵人 我们的富贵人都不能享受 我们甚至没有进入这些建筑 电脑事业稳定发展 布塔的另外一个身份 脱口秀演员 也在印尼大受好评 The good thing about this government is freedom of speech which is now widely accepted We see a lot more young intellectuals due to this new freedom and this is also good for our economy Now I still do this work but what I expect from these elections is that I can get a proper job so I can buy a small house and send my children to school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 是印尼政府眼下面临 最棘手的问题 总统大选时 台面上的政党全都喊出 打击贫穷 改善收入不均的口号 马望中心期盼 这次不会又是政客开出的 空头支票 国际中心战女编译 下段回来跟着 无码的世界采访团队的脚步 带您到四川雅安 看小猫熊可爱的模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